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留学美国》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 疯狂实验室 美国大学科研新奇探 二 校园新探 追踪美国名人讲座足迹 三 留学生的创业链金术 从零到一的挑战 那么 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疯狂实验室 美国大学科研新奇探 当然 科研界的故事 多得就像星星一样数不清 但是今天我要带大家走进那些 让人既惊叹又忍俊不惊的 美国大学疯狂实验室 首先 我们得提一下那些 热衷于把动物送上天的科学家们 不 我不是在说 把宠物猫装进火箭里的那种疯子 而是那些认真的研究者 比如 有一次 NASA就和一群生物学家合作 把一群蜘蛛送上了国际空间站 为什么 他们想知道在失中的环境下 这些小家伙是否还能支出那么完美的网 结果呢 宇宙中的蜘蛛网看起来有点醉醺醺的 但是蜘蛛们还是勉强完成了任务 这不禁让人想象 如果蜘蛛侠在太空中 它的网会不会也是这样的 再来看看那些对僵尸 情有独钟的科学家们 不 他们不是在拍摄新版 行尸走肉 而是在研究一种叫做僵尸蚂蚁的现象 这是一种由真菌控制的蚂蚁 它们的行为会被真菌操纵 最终爬到一个适合真菌生长的地方 然后就此挂掉 这些科学家们不仅仅满足于观察 他们还试图了解这种控制行为的精确机制 以便于未来可能的应用 比如开发新的生物农药 想想看 如果有一天我们能控制害虫 让它们自己去自首 那将多么有趣 还有那些对食物科学充满热情的研究者们 它们不满足于传统的烹饪方法 而是要用科学来烹饪 比如 有实验室用激光烤牛排 有的则研究 如何用3D打印机打印出美味的蛋糕 它们的目标是什么 或许是为了在未来的太空旅行中 也能享受到地球上的美食 想象一下 宇航员在火星上吃着3D打印的披萨 那将是多么壮观的一幕 最后 我们不能不提那些痴迷于机器人的工程师们 它们的实验室里 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机器人 有的像蜘蛛一样爬墙 有的能在水下游泳 还有的能模仿人类的表情 这些机器人不仅仅是技术上的突破 它们还可能在灾难救援 深海探索 甚至是日常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 想想看 如果有一天你的宠物 是一个能跟你玩耍的小型机器人 那会是怎样的体验 美国大学的实验室里 充满了创意和想象力 科学家们的疯狂实验 不仅推动了科学的边界 也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无限的可能 虽然有时候 它们的想法 看起来像是科幻小说中的情节 但正是这些看似疯狂的想法 最终可能成为改变世界的创新 所以 下次当你听说 有人在做一项疯狂的实验时 不妨多一份好奇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 下一个改变世界的大发明 可能就诞生在那些 看似疯狂的想法中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校园星探 追踪美国名人讲座足迹 当然 我很乐意 以一种轻松愉快的方式 带您穿越时空 追踪那些在美国校园里 留下精彩讲座足迹的名人们 首先 让我们来到哈佛大学 这里不仅是学术的生地 也是名人讲座的热土 想象一下 您正在步入Sanders Theater 一座见证了无数历史时刻的讲堂 这里 您可能会偶遇比尔盖茨 他在这里不是在讲述 如何用Windows启动您的电脑 而是在分享他对未来技术 和慈善事业的见解 或者 您可能会听到马克 扎克伯格讲述 他是如何在宿舍里 创造出改变世界的社交网络 当然 他们的讲座 可能会被学生们的自拍 和微博直播所打断 但这也是校园文化的一部分 不是吗 接着 我们转向斯坎福大学 这里不仅寓意了 硅谷的创业精神 也是思想碰撞的火花之地 在这里 你可能会听到埃隆 马斯克讲述火星殖民的宏伟蓝图 而学生们则在想象自己 在火星上的第一张 Instagram照片会是什么样的 或者 你可能会在咖啡馆偶遇奥普拉 温福瑞 他在那里不是在录制脱口秀 而是在激励年轻人 追求自己的梦想 不要忘了 我们还有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这里是自由思想 和反文化运动的大本营 在这里 你可能会听到诺姆·乔姆斯基的语言学讲座 虽然你可能需要一本词典来跟上他的思维速度 或者 你可能会在校园的草坪上看到 乔治·克鲁尼正在讨论社会正义问题 而学生们则在思考 如何在Instagram上 为这一课加上完美的滤镜 最后 我们来到耶鲁大学 这里的讲座 可能会让你感觉自己回到了文艺复兴时期 你可能会在这里听到希拉里 克林顿讲述女性在政治中的作用 或者是汤姆·汉克斯分享 她对电影艺术的热爱 在这些讲座结束后 你可能会在校园里看到学生们热烈讨论 或者在社交媒体上争论谁的Instagram故事 更能准确地捕捉到这些瞬间 在这些校园新看的追踪中 我们不仅看到了名人们的智慧和魅力 也看到了他们与年轻一代的互动和影响 这些讲座不仅是知识的传递 更是激情和灵感的火花 而对于我们这些旁观者来说 这些足迹不仅仅是一段段有趣的故事 它们是历史的见证 是未来的启迪 所以下次当你听说某个名人要来校园讲座时 不妨去现场看看 说不定你就能成为下一个校园新探 记录下那些令人难忘的时刻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留学生的创业链金术 从零到一的挑战 各位同仁 学子们 今日我们要探讨的是一门古老而又充满现代活力的学问 留学生的创业链金术 这门术术不仅考验着留学生的智慧与勇气 更是一场从零到一的奇妙冒险 首先我们得明白 留学生创业并非一蹴而就的魔法 它不像是在霍格沃茨学到的咒语 念一声创业成功 就能开张大吉 不 这是一门需要深厚的知识储备 敏锐的市场洞察力以及坚不可摧的意志力的炼金术 在这门炼金术的起始阶段 留学生们往往会遇到第一个炼金难题 文化差异 他们必须像是研究古代卷轴一样 去解读和适应新环境的商业文化 这个不比解开古埃及法老的诅咒简单 但是一旦他们能够将一国文化的元素 融住进自己的创业计划中 那么他们的项目就像是被赋予了神秘力量 变得更加吸引人 接着 我们的留学生练金师们需要面对的是资源的集结 这一过程就像是在中世纪的实验室中寻找那些稀有且珍贵的材料 他们需要巧妙地利用学校资源 社交网络 甚至是每一次偶遇的机会来为自己的创业之火天柴加油 这个过程中 他们可能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物 有的像是慷慨的贵族 愿意资助他们的梦想 有的则像是狡猾的商人 试图从他们的创意中捞取一杯羹 而在创业的实践阶段 留学生们就像是站在炼金炉前的炼金师 必须小心翼翼地控制火候 调配比例 产品开发 市场营销 财务管理 每一个环节都需要他们精准地计算和无限的创造力 这个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挑战 但正如炼金术的追求者所相信的 通过不懈的努力和智慧的运用 千块终将变成黄金 最后 我们要记住 留学生的创业炼金术并不保证每个人都能成功 但即便是失败 这段经历也将成为他们人生中宝贵的财富 正如炼金术的实践者们所说 真正的黄金并不总是闪耀的金属 而是那些经历过火的考验后 依然接任不拔的心灵 所以 各位年轻的炼金师们 当你们背起行囊 踏上留学创业之旅时 不要忘记带上最重要的炼金原料 勇气 智慧和一颗永不言败的心 祝你们的炼金术旅程充满惊喜和奇迹 就像是在一本古老的魔法书中 一页页翻开新的篇章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美国留学生的法律自习是 知法懂法好生活 当然 我很乐意以一种轻松的方式来探讨这个话题 想象一下 美国的留学生们 他们跨越重阳 带着对知识的渴望 和对自由土地的向往 却很快发现自己 需要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 还得攻克一座 看似比美国大峡谷 还要深邃的法律知识大山 首先 我们得认识到 美国的法律体系 就像是一家规模庞大的超市 你可以在里面找到各种各样的法律条款 从联邦法到州法 再到地方法规 琳琅满目 让人眼花缭乱 留学生们进入这家超市 首先得知道自己的购物清单是什么 也就是说他们需要知道哪些法律 是直接关系到他们日常生活的 比如说 签证法规 就像是超市的入场券 没有它 你连超市门都进不了 留学生们 必须时刻保持签证状态的有效性 否则就像是超市的保安发现 你的入场券过期了 随时准备将你请出超市 然后是租房法律 这就像是超市里的购物车 你需要一个稳定的地方 来放置你的日常用品 留学生们在租房时必须了解租约的内容 知道自己的权利和义务 否则就可能在结账时 发现自己被多收了费用 或者在需要退房时 发现自己的押金 无法全额退回 交通法规则像是超市的走道指示 告诉你 应该如何在这个复杂的环境中 安全行走 无论是开车还是骑车 留学生们都必须遵守交通规则 否则就可能因为走错了道 或者速度过快而被超市管理员 也就是警察给罚款了 当然 还有更多的法律知识 等待着留学生们去探索 比如知识产权法 保护他们的创意不被侵犯 税法确保他们正确报税 甚至是消费者保护法 帮助他们在遇到不公平交易时 能够维护自己的权益 总之 美国留学生的法律自习室 就像是一场充满挑战的宝藏狩猎 他们需要在这个过程中 不断学习和适应 才能确保自己在美国的留学生活 既合法又愉快 而当他们成功地 在这个法律迷宫中找到出路时 不仅仅是学业上的成就 更是对生活智慧的一次升华 毕竟知法懂法 不仅能让生活无忧 还能在不经意间 让你成为聚会中 引人注目的法律小达人呢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校园绿洲 美国大学的环保 与可持续发展 当然 我很乐意以一种轻松的方式 来探讨这个话题 首先让我们来想象一下 美国大学校园 就像是一片绿色的海洋 学生们就像是在其中游异的小鱼 而教授们则是那些游动的海龟 我们都知道 海龟的寿命很长 有的教授在校园里待的时间 似乎也快赶上海龟了 现在 让我们来看看这片绿色海洋的构成 美国大学的环保与可持续发展 不仅仅是种几棵树那么简单 这里面有科学的严谨 也有创意的火花 比如有的大学会安装太阳能板来供电 这就像是给校园戴上了一顶光辉灿烂的帽子 既时尚又实用 而有的大学则会利用风力发电 这就像是在校园里放了一个巨大的风车玩具 不过这个玩具能够为整个校园点亮灯泡 但是环保可不只是这些硬件设施 许多大学还会鼓励学生和教职工采取绿色出行 比如骑自行车或者步行上课 这不仅仅是为了减少碳足迹 更是为了让大家的身体更健康 你可以想象 一群年轻人骑着自行车穿梭在校园中 这简直就像是一场低碳版的环法自行车赛 而在校园的餐厅里 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也在发挥作用 有的学校会提供本地农场的新鲜蔬菜水果 这不仅减少了食物的运输距离 还能让学生品尝到季节的味道 有时候你会发现 学生们在排队等待那个传说中的农场 到餐桌的有机沙拉 仿佛那是一种仪式 一种对大自然的致敬 当然环保和可持续发展 也是课堂上的热门话题 在这些课程中 学生们不仅学习理论 还会参与实践项目 比如在校园里建立一个雨水收集系统 或者设计一个零废物活动 这些项目就像是小小的实验室 学生们在其中尝试 犯错 在尝试 最终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最后 让我们不要忘记那些校园里的 绿色绿洲 花园和绿地 这些地方不仅为校园增添了美丽的风景 还提供了生物多样性的栖息地 有时候 你甚至可以看到一些野生动物 在校园里悠闲的散步 就像是他们也知道自己是这个绿色社区的一部分 总之 美国大学的环保与可持续发展 就像是一场精心编排的交响乐 每个人都是乐队中的一员 共同奏响绿色和谐的旋律 而在这场演出中 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无论是作为指挥家的校长 还是奏响小提琴的学生 我们都在为这个更加可持续的世界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总结一下 美国大学的疯狂实验室 名人讲座足迹 留学生创业炼金术 法律自习式以及环保与可持续发展 都展现了美国大学的多样性和创新精神 这些故事不仅仅是有趣的插曲 更是启发我们思考和探索的源泉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只要我们敢于尝试和创新 所以 无论你是一名学生 一名教师 还是一个观众 我都希望你能保持好奇心 勇于尝试新事物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 下一个改变世界的大发明 可能就在你的想法中 所以 请大家积极参与讨论并提问 我期待听到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让我们一起探索 这个充满惊喜和创意的六度世界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